巴菲特的波克夏海瑟威 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的财报 除了净率出现将近50%的减幅之外 手上的现金部位再次创下历史的新高 截至到2020年底 波克夏的现金部位高达1383亿美金 比2019年年底的1280亿 再增加了有100亿之多 同时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 谈到了美国的股债市 他直言全球债券的投资人 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养老基金 都将面临暗淡的未来 针对美股 他说绝对不要放空 但他同时又表示说 现在有很多商业皇帝在裸泳 言下之意 美股有不少估值被推高的股票 在股市狂欢结束之后 终将现出原形 欢迎收看 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 巴菲特的旗舰公司 波克夏 先是认赔了航空股 再来又是承认2016年 收购的飞机零件制造商 精密铸件 Precision Cash Plus 那是买贵了 让公司产赔了 大概有100亿美金之多 股神一再犯错 让不少社群媒体上崛起的投资新秀 嘲笑他老了 不中用了 已经没有人听巴菲特在说什么了 不过一年一度的巴菲特给股东的信 这次没有例外 仍然是全世界媒体跟投资人关注的焦点 今年以来 美国国债殖利率狂升了 连带造成科技股大跌 投资人都很想知道巴菲特的看法 首先针对债券市场 巴菲特语出惊人的说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十年起美国国债殖利率是在 百分之零点九三 比1981年时候的百分之十五点八的收益率 大幅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 在日本德国这些地方 投资者从塑造美元的主权债务中 所获得的回报竟然是负数 巴菲特说 全世界的债券投资人 无论是养老基金 保险公司 还是退休金 都将面临黯淡的未来 言下之意 老巴认为债券市场将走入空头 也就是2020年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最低点 百分之零点五 到2021年初的百分之零点九 再到二月的百分之一点六 美债 甚至全世界债市走空 这种殖利率的上升已成定局 这对手握庞大债券部位的 波克夏这一类的保险公司 跟大型的养老基金 退休基金 都不会是好消息 但去年以来 债市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也就是投资等级 跟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利差仍然在收窄中 这什么意思 例如投资等级的美国国债殖利率 不断的狂升 但是非投资等级 像是高收益债券 这种殖利率却是在下滑 针对这种诡异的现象 也就是投资等级 跟非投资等级 一个上升 一个下滑 收益率收窄的一个诡异现象 巴菲特也预警说 要小心啊 他认为当前这种情况 很像是美国80年代末 9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机 当时有超过千家的除贷机构倒闭 叫做除贷危机 也就是Saving and Loan Crisis 当时的背景是 美国联准会是大幅的升息 导致一些专门吸收投资人存款 再转而做房贷的金融机构 大规模亏损 为了挽救这些金融机构 美国政府不得不开放他们投资 房地产跟股票 但不幸的是 后来又遇到美国房市大跌 最终导致了上千家的金融机构倒闭 迫使联邦政府拿出 等同当时GDP3% 大约是1500亿美元的巨资来善后 巴菲特说 有些保险公司 现在在买进一些质量低 但是回报高的高风险债券 以解决现在目前利率不足的问题 这种做法很令人担忧 早在30年前 有些储蓄跟贷款行业 正是因为如此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巴菲特似乎看到了美国 将在爆发类似30年前的除代危机 只是我认为如果这次美国重蹈覆测 情况会比30年前严重太多 针对美股泡沫化的危机 巴菲特似乎就没有这么悲观 他再次告诫投资人 千万你不要放空美股 但是他也直言 现在有不少大型的联合企业 把自身的股价推高了 而能更有实力去收购其他的公司 这种滑而不实的做法 很受到华尔街跟投资人的欢迎 毕竟投资银行可以从中间赚取佣金 投资人也可以赚到股票的价差 但是巴菲特市井这类公司最终 让会面临狂欢结束之后 被打回原形的局面 那言下之意 巴菲特是认为美股一些股价大幅推高 但是不具备本质的企业 现在都在裸涌 等到潮水退去之后 终将会光屁股要见人的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